华联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创始导师张文明 新书成为自己的执行长 华联奔享会 2月20号晚间将在华联县议会简报室举办 而妇女成长关怀协会里监视一行 专程前往县议会 邀请议会同仁共襄盛举 由议会秘书长陈德惠率领主管接待 共同鼓励终身学习 让自己成为自己的执行长 华联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创始导师张文明的新书 成为自己的执行长 华联分享会 2月20号晚间将在县议会简报室举行 妇女成长关怀协会里监视一行 也专程前往议会来拜会 邀请一位同仁共襄盛举 华联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要在2月20号的晚上6点半 礼拜一晚上6点半 在华联县议会举办一场新书分享会 叫做成为自己的执行长 那这本书是妇女成长关怀协会的创始 以及精神跟引导的导师 詹文明老师 他的最新的著作 那詹老师是学习彼得杜拉克管理学派的一位作者 也是指导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能够创立的最重要的一个来源 所以这场协会我们邀请协会会员 当然邀请社会大众一起来 怎么样学习有纪律的思考 怎么样学习自我管理 那这本书其实很适合各个年龄层 包含就学中或者要进入职场前后 甚至包含人生规划都可以很适用 这很适合在每一本 每一个家户的工具书 所以我们很欢迎邀请大家来听 新议会由秘书长陈德惠率主管接待 他感谢妇女成长关怀协会的邀请 也鼓励议会同仁 终身学习有效学习 自己成为自己的执行长 张文明新书成为自己的执行长花莲分享会 2月20号星期一晚上6点半 在花莲新议会一楼简报室 免费参加 前20位入场民众还可以获得新书一本 建律会欢迎视报导